大家 大家好 我是緻演技 aka 你們要的老師機 我還是會當的 下面留言很多 關於那個 希望 了解什麼叫非田新帝 叫我一定要來一下非田新帝 各位有看到這個鐘嗎 這鐘就是前往 魔境夢遊 有一個夢幻的時鐘 當你經過星金宮站之後 步行一段日子 或是你從天王寺站之後 步行一段日子 這邊會有一個鐘 過了這個鐘呢 就是一個魔境先進夢遊的 情遇陷阱 進去有非常多的道路 它很像那種早期台灣 都會有一個扛棒 它非常整齊 然後它就是白色扛棒一致的 然後呢會寫這個很多的店名 什麼鷹啊 這種就是一間一間的店名 就很多人 不管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 都會在這邊走動 或是外國人 那這時候的門口呢 就會坐著一個媽媽桑 媽媽桑坐側邊 正門就會有一個 所謂的夢幻仙境 簡稱為奇妙仙子 它總共非常多條 會走到迷路 那我們只能看 這個奇妙仙子 我們剛剛看過了嘛 然後來辨別 我們現在走的路是不是正確 那經過呢 通常都非常熱情啦 或是什麼 Oni-chan 反正就是會招呼 會講一下Oni-chan 然後來招呼 那他們如果看得出 你是台灣人的話呢 他也會說 你好 或是哥哥哥哥 我們就這樣實際走訪一番 那我們是就是 秉持著一個大愛想要我們來探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裡到底是什麼樣子 整個過程 欸不是沒有過程 嘿嘿嘿嘿 整個就是 看過去就是 有一區後面應該是比較年紀長的 那有一區就是非常年紀 那我覺得 它比沖繩好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就直接現場看到 因為沖繩就是拿照片給你 讓你去挑 那這邊呢就是他直接就住在門口 喜歡就進去就上去 不喜歡就下一間 今天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是非常 非常靜優 旁邊就是住宅區 這邊的住宅區呢就是 如果 夫妻失和啊 媽媽跟爸爸吵架 媽媽最好 不要太生氣 因為爸爸如果說 閉嘴啦我出來抽個菸 那可能就完蛋了 出來這邊 魔鏡夢遊這邊抽個菸的話 可能就要抽個半小時一小時了 好 那喜歡這影片幫我訂閱這頻道 按讚然後開小鈴鐺 我是六眼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該開的車還是有開 那個棒棒糖給我